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但是呢 实际上这个时代就是这样 在主流之中 在当时可能有一时的名声 但实际上有很多我们历史上 我们所认为那种标杆性的 戒标性的那种人物 他在当时都是在主流之外的 完全贴近这个时代主流的 实际上都未必是 所以陶渊明他是一个 因为他是主流之外的诗人 在某种程度上他可以超越这个时代的局限 所以他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 就像那个时候 那个英国文学史上 一个很有名的也是戏剧家 也是评论家叫Ben Johnson 他当时评那个莎士比亚 他就说他那个说 莎士比亚不是属于一个时代 而是属于这个所有的世纪 所有的世纪 那实际上就是说他超越这个 超越他那个时代 那个某种程度上 陶渊明也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真正要理解 陶渊明是要 在中国诗歌史上要花了好几百年的时间 差不多一直到宋代的时候是这样 那我们讲到陶渊明呢 当然都会想到这所谓的田园 但是田园有一点非常重要 我想讲的田园诗的境界 就是这个意思 田园不仅仅是陶渊明选择的 一个退隐的这样一个世界 是一个物质的 物理的这样的一个 隐退的一个世界 而且这个里面是基于他自己的理想的 可以讲他是投入了他自己精神的地方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讲 他是有境界的 有境界的 他不是一个物理的空间而已 所以我首先想提这个 然后呢 就是说我想讲一讲 陶渊明的所谓这个旋理 我想到旋言诗可能本身不是最重要的 最了不起的 最高等级的诗歌 但他确实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 对当时重要的一些诗人 都有这个很大的这个怎么讲 这个他是一个基础 是一个有一种 有一种这个补育的这个作用 有这样的主意的作用 陶渊明的很多这个诗里面 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实际上他是有他的思想 陶渊明是中国整个诗歌史上 真正有思想的这个诗人 有思想深度的诗人 很少的几个真正有思想深度的诗人之一 我以为上次提到过 南朝诗歌里面一个很大的贡献 就从陶渊明 实际上是在一个哲理的深度 在思想上有一个深度的这个开决 那陶渊明的诗歌 他在精神方面最大的贡献 就是他用他的旋理 化解了中国诗歌 中国诗人从捍卫以来 捍卫自己以来的那种精神焦虑 之前的那个精神历程 他基本都已经走过 都已经走过 比如说他我要说的就是 前人的那些路径 他完全走过 比如说他的诗里边 他的杂诗里边就谈到过 这个生命的有限 从古诗师丘手开始 我们就很熟悉这样的声音 他就讲到过 这是陶渊明的诗 杂诗里边讲 人生无根地 飘如墨上尘 风闪逐风转 此已非常生 圣年不从来 一日难再成 他说人生是需要墨上尘 像在那里飘忽 很快就会转变 这个圣年 就是说青春美好的时候 很快就过去 一天的早晨不会再回来 就很快像黄昏走过去 所以他讲这个 及时当劝勉 岁月不待人 那这种诗诗 我们从古诗师丘手以来 就听得非常的熟悉 这些都有 所以之前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比如说他用求仙 用功名 建功立业 用友情 用爱情 用音乐 用享受 及时行乐 各种各样的方式 想来解决 那我们也记得像软机 对这些都有深刻的怀疑 陶渊明呢 其实也走过了这样的过程 在他的诗里面 完全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个精神过程 那么他前人的路径走过之后 他如果只是走前人的路 没有提出他自己的方式的话 其实他不算一个 不算一个 不算一个有思想的诗 或者说没有完成他自己的这个道路 那么他下边实际上 我想讲的就是他的那个 就行影行诗 行影行诗是一个主诗 写了行影神三则 来进行这个 分别来写 分别写 表达他们不同的这个态度 关于这个诗呢 有不同的这个 有多种的解释 有些认为是跟 佛教的这个对话 我不能说这个 绝对不是这样 绝对不是这样 那个 虽然我是也对佛教 和文学的关系很有兴趣 但是我恐怕也不能完全说 这个是跟 只是在跟佛教对话而已 最好的方式 我基本上还是要把他看到 在整个这个 捍卫师的发展过程当中 他的一个回应 他的形式说什么呢 形式讲 这个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不如及时行乐 就是在之前在他的杂诗 在古日诗旧说里面 都已经表现过的那些东西 他里面说什么呢 他讲天地长不末 三川无改时 这个人和自然的这个对应 在中国古代 这个讲到这个生命的短暂 非常自然 经常会出现的这样一种对应 他讲这个天地是长不末 三川无改时 草木得长礼 双路融翠之 但是呢 为人最灵智 独富不如之 但是他说什么呢 我无藤化术 必尔不负疑 他讲到这个所有的东西 都是转瞬即逝的 都是在变化当中 但是呢 他没有这个藤化术 实际上是讲到这个 对于形来说 首先这里是讲形 对于形来说 这个生命 生命的这个流逝 是不可挽留的 是不可挽留的 所以 他当他最后意识到 所有都在变化 和自然做对比的时候 所有一切都在变化的时候 然后意识到 是没有这个藤化术的时候 他怎么做 他只能说 愿君取我言 得酒莫苟词 酒在陶渝明 后人评价讲 陶渝明的诗里面 是首首都有酒 陶渝明的诗里面 这个酒是有多重的含义的 有的时候 酒是一种慰藉 对他来讲是一种慰藉 但有的时候 这个酒就是 本身的 它本身的意义 就可以消愁 可以化解哀愁 所以在这个形子里面说 当认识到人生是短暂的 没有这个超脱的办法的时候 他说 这个愿君取我言 得酒莫苟词 就是说在酒当中 酒可以是一个代表 是代表这个世俗的 种种的享乐和快乐 在这个里面得到解脱 所以实际上他正说的是 实际上这种观念 我们非常熟悉 基本上是汉末以来 在那些诗人 面对生死大观的时候 所谓的即时行乐 即时行乐的这种态度 选择这个现世的 这种快乐的这种态度 然后接着是他用影来写 然后就找太 谈到影是什么呢 影实际上他讲的是 这个所谓的事业的名声 这个事业名声 是超出个人之外的 我上次讲到过 汉人很早就知道 所谓的荣辱 实际上都是在之外的 在人的这个 你自己的存在之外的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所谓的名声 所谓的事业 都是你个体生命的 延续和外设 它并不是你生命的本体 那么所以他当影 提出他的看法的时候 实际上他这样说的 他说这个纯生不可言 纯生不可言 是接应这个影 行的那个声音来讲 行是说这个生命 没有办法 不断地在流逝 而且没有藤化术 他说当然纯生不可言 没有办法 那为生没苦作 然后呢 这个成愿尤昆华 渺然之道觉 尤昆华是什么 尤昆华就是说 是求仙 求仙这个也没有办法 他都是在肯定 这个生命 这个物质的这个生命 是没有办法 那个的 那最后他怎么办呢 他说 要立善友谊 爱 胡为不自杰 他说好的办法 所以对他来讲 是得酒 对行来讲 是得酒莫苟斯 对影来讲 是要立善友谊 就是说 要做好事 在这个世界上 做一些好事 有世俗的工业 有名誉 有成功 有所谓的这个成功 这样的话 你说这个酒云能消忧 这是对应行的 因为行的结论 是得酒莫苟斯 他说酒当然喝的酒 在某种程度上 是可以消忧解愁 但是和这个比起来 是例 是差一点 那影实际上 对行的一个超越 是这样 影对于行的这个超越 他意思就是说 这个影酒之乐 你影酒来获得自身的快乐 不如身后之明 这个立善 遗爱 这样的友谊 这可以看出 还是有不同的 这个选择 对不对 不同的选择 最后它是这个神 最后这个神发言 神的发言 它是这样说的 你可以看到 他这三首诗 这个主诗 实际上是有欢欢相扣 都是有回应的 后来一个有回应 他这两句 在神里边 他当然很常 我选出了这两句 这个诗诗诗诗 这个诗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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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 Here you bye-bye. 前面这两首就是对行的一个回应 这个是对影的一个回应 它说什么呢 它说这个日醉或能望 将非出灵剧 这个你当然喝酒很好 但是也有危险 这 Bee大家知道 这个出灵剧 这个说不定让你活得短 出灵剧 就是这个意思 立善藏所兴 这是兴高兴 当然是一件好事 立善是一件好事 但是谁当未如鱼 因为这个东西 名声是在他人 不在你自身 这个不是你能掌控的 对不对 这个所以 说你好 当然是没有人想 别人说自己不好的 当然是让别人说你好 但是说你好事 是你能决定的吗 你知道谁会来讲你好呢 对不对 这个事情也是不可靠的 所以他都有这样的 这个怀疑的话 那么他最后得出的一个结论 这个大家我想 大家都是可能都知道了 就是重量大化中 不习一不拒 这个阴静便虚静 这个无辅多多虑 这个重量大化中 这个大家可能都 都听到过这个话 那最后的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个 所有这些问题 所谓这个生命的这种问题 你用久的方式 用立善一爱的方式 恐怕都不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他最后的解决办法 是要重量大化中 大化流行是中国过去传统的说法 对于这个整个宇宙万物的一个 是千变不已 这个时时变化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洪流 他叫重量大化之中 不洗衣不拒 为什么叫不洗衣不拒 就是说你理解这个以后 有一个平静的心态 这是个什么 什么一个态度 其实我讲 这个地方你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来 其实我觉得这是庄子的思想 这是庄子的思想 因为庄子说 你们记得那个古鹏儿歌的故事 那个故事就是这样 他一开始说 他太太死了 他很悲伤 有伤心的时候 那后来他想一想 他太太怎么来的 从气 从宇宙天地之气 凝聚而成的 现在他又回到了 他原初的状态 他就是在这个世界的 这个宇宙的这个气当中 这个来了又去了 所以了解了这个之后 他说他就不哭了 他说如果我还哭的话 我是不了解 不通呼命 不了解这个整个人的 这个一个生命的形成 这个就不对 所以他就达到一个 平静的一个状态 所以他不洗衣不拒 就是这样 达到一个从容的 平和的 一个理解的 对于这个整个人 人生和生命 一个理解的态度 然后因静变虚静 那当然这个 就是说大白话说 就是到了结束的时候 就该走的时候就走 对不对 该走的时候就走 无负独多虑 老是在那想 有什么可想 就不应该这样想 那个 这个罗素曾经写过 一个文章 叫他谈晚年的时候 他就说人到了晚年 应该像一条河流 你们现在都是 刚刚开始 到晚年像一条河流 这条河流越走越宽 对不对 河的下流越走越宽 然后最后就是平缓的 这个融入大海 没有那么多的这个 济流 没有那么多的波澜 波澜 所以其实是这个 陶渊明其实在 在他的诗里面表达了 这样一种态度 这样一种态度 所以我讲 实际上这个 他最后指出的是 人应当来皈依 这个自然的一个变化 就所谓这个大化当中 这个是一个 庄子的这个思想 庄子的精神 也是陶渊明 他自己思考的一个 当时玄学 玄理思考的一个成果 他可以讲 最后他是打破 这个生死的大观 将过去的那种 焦虑的情绪 悲观的情绪 都给他扬弃的 所以这个是陶渊明 对他自己的 对生命 包括他对自己 是有反省 有思考 得出的一个结论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样的是在 当时的很多 这个诗人当中 或者很多的 中国古代诗人当中 很少有这样 很少有这样 你让他陶渊明 是非常清楚 新隐身这个 这个三祖师 你放在一起看 可以非常清楚 他是对于自己的 自己的这个生命 是有清楚的这个了解的 清楚的了解的 所以这个 是这么一个态度 所以我想 想说的就是说 他实际上是有旋理的 在这个意义上 陶渊明是一个 有旋理的诗人 是一个旋理的诗人 他不是仅仅有情感而已 仅仅有情感而已 而且这三首诗呢 我这里没有办法 把全文给大家看 就如果你们去 找了看一下 就可以非常清楚看出来 就这首诗 是非常是细致的 在谈 可以讲在谈玄 谈的是理 都是理语 没有什么特殊的 这个形象性 没有什么特殊的 形象性 我刚才抄的这几个句子 也可以看出来 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他们就是 宣言诗 他们本身就是宣言诗 但是呢 这个宣言诗的 实际上对人生的 一个大问题 做了回答 是以理化情 做了一个以理化情的 一种解答 一种解答 所以这个是 陶渊明是有 是有宣理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 对人生的一个 大的看法 之下 他会有很多 自己的这个选择 他会有很多 自己的选择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讲得很玄 就是说 有的人说 一件事情要不要做 就是说 我下面该怎么办 第一次说 你们现在还没有到 可能以后就 我该干嘛 我应该出国 还是应该读书 继续读书 还是应该工作去 如果有人来问我 我说你问我没有用的 问你自己 然后问什么问题 我说问的问题 是很大的 你到底想 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到底想 怎么过你的 过你的一生 你下面是怎么规划的 对你自己是怎么规划的 其实都是涉及到 很多时候 具体的选择 都涉及到一个很大的 对于生命的一个看法 陶渊明有这样一个 大的一个生命的看法 的情况之下 然后他就开始 这个讨论 这个 他 我们下面 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们可以讨论 他的田园 对他的意义 那就有了选理之后 回答他的这个 有了一个选理 其实并不是说 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并不是说 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中国传统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需要实践 那光是说 是没有用的 陶渊明呢 他当然有那么清楚 在新颖神师里可以看到 他也非常清楚的 哲学的思考 对不对 这已经是非常难得 在中国的很多诗人那里 非常难得 但他更不可及的地方 就是说 他有他的实践 他有他的实践 回答的选理不是全部 实践的方向 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理念上 获得解脱 也需要现实当中的解脱 来确认他 对陶渊明来讲 他的实践 就是他的田园生活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前面也提到了 说田园生活 实际上是他实现理念的 一个场所 是基于着他自己的 精神的场所 所以我们可以讲 他有所谓 这个境界的问题 境界的问题 他不是一个 对田园客观描述 对这个生活 客观的记录 这样的一个意义 是他 是他投注自己精神 实践自己理念的一个场所 实践自己理念的场所 所以你很多诗 就是陶渊明的诗 你都要从这个角度去读它 没有那个诗 我就不抄了 大家都知道 归 归原天居的第一首 那个诗是非常 非常好的诗 有一些诗是非常能够代表 它的非常重要代表 它的那个基本形象 他讲那个 少无世俗运 姓本爱秋山 他一上来你看 少无世俗运 姓 他就提出这个姓 本性的问题 这个其实是 立足于这个本性的一个 这个来 立足于自己的本性 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向 这个实际上是 庄子非常重要的想法 就是要依循本性 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寻衅而动 是这样的一种想法 所以他讲这个 少无世俗运 姓本爱秋山 当然这个秋山 跟这个所谓的 这个万丈红尘 是相对的 对不对 物落成往中 一去三十年 有的时候这个错了 十三年 这个我不管 反正就很多年吧 这个都白过了 所以这个读这首诗 实际上要和它 归去来西词一起对读 归去来西词一起对读 归去来西词里面 就是物以往之不见 之来者之可追 就是猛然觉醒 过去的路都是错的 都走错路了 那怎么办呢 鸡鸟恋旧灵 慈于思故渊 鸡鸟恋旧灵 慈于思故渊 然后开荒 然后这个到这里为止 就是其实表示 它为什么要归影田园 因为我本来的本性 是性本爱秋山的 所以要归影田园 和这些鸡鸟 和这些这个慈余一样 那是要回到 它原来的场所 然后下边一大段 实际上都是在 写它的所谓的田园的生活 那个场景 像开荒南野寂 首作归原田 方载十余亩 草物八九间 这个鱼柳英厚颜 桃李罗唐前 爱远人称 依须理言 这个都有很多分析 这个远景近景 什么 这个我就不说 不用说 你可以看到 这个狗废生象中 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 虚事有余闲 这个整个的一个描写 实际上是写它这个所谓的田园生活或者乡猪生活的这个情景 它会开荒 它会有十余亩的这个宅地 八九间草屋 然后前面种些树 种些什么树 鱼柳 桃李 这样子 然后有狗 有鸡 对不对 这个虚事有余闲 都有 但它到最后又提出来 久在繁荣里 负责反自然 久在繁荣里 繁荣当然是相对于前面所谓鸡鸟 鸡鸟 对不对 而言的 鸡鸟或者吃鱼而言的 它久在繁荣里 负责反自然 它重新回到 这个就是这个龟 就是龟 龟的乙 龟原田 就是这个龟的乙 因为复归它的本性 复归它的本脉 所以你可以看 这首诗你可以看 它实际上 它包含的是一个 非常理性的一个 一个理的一个考虑 它实际上在解说 陶渊明的很多诗都在解说 它为什么要回到田园去 我这样有选择的理由 在什么地方 它在讲 我这样选择是有道理的 是对的 所以这首诗 你可以看出来 它是讲我要回到田园去 为什么 因为这是符合我本性的 那么这个本性 怎么来体现 你可以看到 当中这一大段 全是在写 田园生活有什么乐趣 有什么好 有什么好 好在什么地方 那个情景是怎么样的 然后最后讲 久在繁荣里 负得反自然 就回到这个自然当中 这个自然的意义 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自然 实际上有两重意义 一重就可以讲 我们今天讲的 大自然的意义 对不对 但是更多的 那个自然的意义 实际上是 本来 我们讲庄子的 本来和自然的 原来的那个意义 所以这个自然 实际上在当时 是一个有理论 含义的一个词 所以你这里面 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首诗 像《归原天居》的 第一首 这个首诗 不是一个简单的 他说要回乡的一个诗 实际上是 他觉得他自己认为 有意味的人生态度的 一个表达 有意味的人生态度的表达 他里面 什么叫有意味的人生态度 这里面他田园的趣味 在当中 从开荒南野志 手作桂园田 一直到户琴无成杂 诗诗有一学 都在写他这个田园的趣味 他都是在写这个 所以这样一种趣味 是适合于他本性的 所以这首诗 它不是一个 你读了这个诗以后 就可以知道 不是那么简单的 不是那么简单的 是对于一个田园生活的描写而已 都是跟他整个 对生命的看法 对自己生活的 理解和设计 是有关系的